每个人其实你只要稍微 蹲立就知道我们的意思了 三品亚克力版代表 慈祭台北纠纷会 三个不同年代 各个楼层的功能透视图 得横品或说法品 然后它还可以翻页 来看一下 互动式的禁思环语馆 由非慈祭人蔡欧宝所设计 在过程中 他大量阅读上人的著作 和慈祭书籍 希望能够透过展览呈现 让不熟视慈祭的人 也能够融入 我在整个接触过程 跟讨论过程 我觉得已经它超越宗教 譬如它有它本身的文史诗 那个历史史观非常地强 我好像不是在做一个宗教展 我在做的是 跟生命有关的展览 如果有类似这样有纪念的 慈祭的文物 拜托大家拿出来 抛砖影域 希望更多慈祭室 让大众看到 大安区慈祭志工李一会 和文史处同仁 从参与到完工 全力投入 也是承担说法的人 未来我们就是要注点在这边 每天有机会亲近上人 在这边导览 为来访的人来导览 把我们的故事说给他们听 我们希望把上人的事迹 在这里能够不断不断地传送 没有很多的文字来叙述 但是我们透过一样样的展品 希望每个家人看到展品的时候 就可以发想出当初我为什么进来慈祭 这样子好了 每一样展品都是慈祭历史的脉动 透过分享让爱传承 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江孟茜 张秋玉 黄淑晴台北报导 公司公司日常 公司的 数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